那就超度了 他端肉给人家吃的那个肉也超度了 为什么 佛菩萨的力量 你不能让把别人的缺点成为你的烦恼来找痛苦 你要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你的慈悲 变成你的快乐 去转化它就好 就像各位看到花 这个花它就在花开花谢 但是你要把花变成欧玛丽贤面后 看到它的人 闻到它的香味的人 乃至它已经烂掉了 进入泥土都变成欧玛丽贤面后 欧玛丽贤面后进入整个泥土 又开出新的树 又开出新的花 整个世界都一直 透过这个花的跟生跟灭 就像生用欧玛丽贤面后 病用欧玛丽贤面后 死也用慈悲心 呼吸也用慈悲心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痛苦 不然你一直讲痛苦痛苦 谁对我都 讲到后来你就自己先死 先得癌症 然后忧郁症 然后因为你一直在讲苦 我们是要把痛苦 变成一种悲心跟力量 可以 所以 佛法最主要的修行是 保持正念 或者叫转念 灯打开了 佛光普照 电扇打开了 通通通消夜 他在作业 下雨了 通通都是甘露 所以你把一杯水摆在地上 你知道他会蒸发 欧玛丽贤面 蒸发出来都是烟共 吃杯甘露 一杯水 一杯水可以蒸发一个礼拜 但是你要去转化它 这样你就会内心超越痛苦 又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要利用环境修行 你在打坐 你儿子在听音乐 你要说太好了 他正在念佛 他那个音乐都变成 所以你现在想要修行 结果开始生病 必须吃药 住医院 太好了 我到医院去念 所以你在开车 车子开冷气就会滴水 太好了 那就是观音的甘露水 一直滴吧 所以你要不要去转变你的念头 你愿意去转变你的念头 你变成生命的主人 很快乐 如果你变成环境的奴隶 你变成环境的奴隶 你变成环境的奴隶 或是别人的努力 我先生让我痛苦 我太太让我痛苦 那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痛苦 所以你要转变 特别各位见到佛堂 或是你家里有佛经 有这些咒语 这个三个字 念一下 奥阿奉 这念这三个字 所有众生 身体的 嘴巴的 心态的 恶业统统消除掉 念这三个字 所有众生 他身体变成 佛的身体 佛的声音 佛的心 奥阿奉 所以 念这三个字的时候 所有众生 得到他想要的 奥阿奉 但是问题是 你要记得 不要光看 他是个艺术品 而是他在放光 年华僧大师在加持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加持众生 杜姆在加持众生 这些经典 通通变成真实的字在放光 你要去转化它 所以 做心灵的主人 不要做心灵的奴隶 你要懂得 主要主导它 自在 以伟大的菩提心教父 叫阿底下尊者 他讲了八个字 很重要 放下世俗 修菩提心 你不要把你自己 生命的快乐 建立在世间 先生对你好 儿子对你 少顺有钱 这是一种执着 执着会痛苦 你尽力的去生活 负责任的去生活 但是利用生活工作 生病都好 是来修慈悲菩提心的 所以放下世俗 不是放弃 好好把它做好 不执着它 这些世间的一切 都变成我们修菩提心的对象 你过去希望你老公对你好 你会很痛苦 现在呢 你用菩提心对你老公就好了 这是他让你有机会修这个 那你就会快乐 他说你要抱怨一辈子 那没办法 进精神病院吧 继续轮回 你要快乐一辈子 也决定你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可以现在就快乐 但是你要做决定 所以保持正念 就像我再重复一次 刚刚变菩萨在翻译 你有没有观想 全世界都在听 那你就很快乐 很有意义 他在讲佛法 谁都可以 然后你回去开始 老公干嘛 我讲给你听 儿子 先给他一些钱 我再讲给你听 那你就很快乐 那你就会很快乐 因为光明一出现 黑暗就不见 不要再抱怨了 只讲光明的 快乐的 因为你 所以我才会修学佛法 感谢你 各位要记住 每个人都在参与整个世界 我们的心在影响整个宇宙法界 如果你的心保持一个智慧慈悲 世界更得美好 人人都好 如果你的心一直在抱怨烦恼 你是在伤害这个世界 老公生病都是被老婆气死的 是因为你一直在抱怨 你没有用正面的心 我们要让这些堕胎胎儿离苦 不是一直骂他 你怎么被堕胎了呢 而是 用爸爸妈妈的爱 给他玩具快乐 他就升天了 你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爸爸往生了 他去哪里 这个答案 你的心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你的心决定他在哪里 你念阿弥陀经 你去布施 你爸爸可能升天了 要去净土了 你哭 你只是抱怨抱怨 他又在痛苦的世界 是如此 这个要记起来 所以再一次提醒 你妈妈生病了 你不要一直很悲伤 妈妈你病了 你在害他 叫他忘记生病 讲快乐的事情给他听 妈妈我替你去拿那头中心 不失钱了 替你共花了 甚至我这个人 我很喜欢讲笑话 幽默 人往生了 太好了 你要升天了 我出家就是赶快超度了 生活很苦 所以你赶快用一个 一个很好的善巧 叫幽默 慈悲 他就OK了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经常这样念习 有一个重点 你要把 比如说这个人很恨你 那你要把他观想 他坐在这边 然后你再跟他 跟他很好 因为你对他很好 你就不恨他 你也快乐 然后他也会 因为你的心态奇怪 他会改变 所以有一个重点 身体可以死掉 慈悲心 菩提心不能死掉 当你一生气 抱怨 菩提心就死掉了 还不如身体死掉 所以那各位你要决定好 修行要决定好 我是为了慈悲 为了快乐在修行 不是为了悲哀痛苦在活着 你要自己决定好 所以没有人可以伤害我 只有你自己伤害你自己 因为我决定用慈悲心 用忍辱 用菩提心来对待 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状况 那你就掌握到 永恒的生命 那就快乐 一个事情要跟各位建议 因为有人问我说 他小孩子 一直玩电动玩具怎么办 跟他讲没有用 有一个方法 你不要吃葱蒜他就好了 因为佛经讲的 你吃葱蒜 他就会遭感欲望 男人会好赌博 爱喝酒 女人会谈爱情 小孩子会谈玩具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吃葱蒜 因为他会让你很容易生气 或者欲望的鬼会跟着你 灭鬼 然后你就一直轮回在欲望里面 那你自己断掉了 然后这些就不会过来 然后你就不会被他影响 还有一点 如果你真的要修慈悲心 也希望这辈子健康 来自升天 解脱 请各位不要吃肉 因为他很残忍 各位现在看网路 那些小公鸡 那些小公鸡出来全部被杀掉 为了要小母鸡 那些牛一直被虐待 为了要得到抢他的牛奶 如果我们人类把我们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你怎么可能会快乐呢 你怎么可能会修慈悲心呢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考虑好 所以刚刚我们便讲了这个要灯在报纸上 让更多现代的人他可以知道 因为他也在追求快乐 但是快乐不要建立在其他人或生命的痛苦上 才有快乐 所有的快乐来自于你对待世界的反作用力 行为反作用力 这一点很重要 好 那我最后要留一些时间 各位如果有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快乐的事情可以做 因为刚刚我进来 我看到我们上次 我们纳兰陀中心要在这附近 改一个很好的禅修中心闭关坊 这很重要 而且地方很大 那我希望各位 大家激这个福报 要把慈悲化成行动 你可能不会去闭关 但是我出钱让别人去闭关 等于你得到闭关的功德 所以大家来帮忙这个事情 这个你去做 你等于你买了 你将来就可以买好几边别墅了 因为这个是为众生的很重要 刚刚问了上师 他说可能要花到 全部买下来 他要两百万加币 所以在台湾就很简单了 找两百个功德组 一个人一万块 我这个叫大功德组 其他你也可以出一千块 出一百块 随喜功德组 但是呢 让更多人有机会去闭关 去真实去实修慈悲心 这个帮助很大 所以我也要用我的母亲的名字 希望他将来也可以有机会闭关 虽然他很老了 用妈妈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功德不一样 因为这个孝顺的福报 会变成几百万倍的福报 所以我要用我母亲的名字 你对待自己妈妈爸爸儿女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生命 那就是一个空性 一个菩提心 一个平等 所以因为有这个爱 菩提心 你会觉得生命很有力量 你可以超越所有的痛苦 这是重点 那各位在问问问题之前 我要报告 等一下会三本书 各位可以带回去 一本是金刚经 很重要 一本我们刚印好了 秀珍的地藏经 可以读 然后还有一本 有中文跟英文的 慈悲的眼睛 里面写了一些菩提心 但是却应用在生活上的方法 好 很快两个钟头就过去了 所以对我来讲 生命就是 每分每秒都不要离开佛法 因为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 各位现在有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在外面点香 或做焉供 祖先可以得得到吗 只要你有那个心态 而且佛陀说了 不管你做什么功德 要回向给所有众生 第一个得到的就是 你的父母祖先 活着的跟往生的 因为他跟你缘分最重 我们希望回向给父母祖先 是希望刚刚讲的 因为你对父母祖先的这种爱 来扩展对一切众生 所以做功德不管你在哪里 现在你在加拿大做功德 你回向给你 大陆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妈妈 儿子他都得得得到 因为回向很重要 只是各位像在温哥华 如果你住在市区 你不可能点很多 所以 再值不再量 这个值是讲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是关心整个世界 哪怕你点一秒钟的香 这一秒钟的香就片满整个世界 所以这个就叫菩提心的重要 菩提心包含一切 菩提心里面有空性 有大悲心 做了种种的功德 温阿宏都是要给世界的 给众生的 那你用这样的心去点就可以 第二个问题 他说网路上有商人在卖一种香塔 他强调里面没有檀香 可以放心使用 到底什么样的众生不能用檀香祭拜呢 基本上应该不是讲 是讲色香吧 有动物成分的那种 因为 供佛的香 可以回向给众生 这没问题 所以 应该 应该讲的是另外一种 不是讲 因为我们点一只香在佛前 但是问题可以把这个香的功德 回向给六道众生 回向给云金再做 但是如果你是私食的 那私食的香 如果他们另外做 也不可能回家谈香 因为那是贵的 但是以私食的香 去布施给众生 事实上也可以把这个功德回来供养佛 所以我认为上供跟下施 都无所谓 只是你要利用这个因缘 去回向就可以 我想重点不在他吃得到吃不到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利益他们的心态 这个就够了 那我想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有这个心 他就得得到 事实上所谓 这个因缘轻载主也好 他并不是你要给他多少东西 而是他知道你对他的悲心跟忏悔 他就可以离苦 那同样我们布施给这些所谓的众生 他知道你有悲心 他就可以感动他 然后我们这个食物也好 它只是一个方便 一个表法 所以如果这样 你也不用想太多了 就跟他讲 吼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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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简单一点 也无所谓 就是说 看你自己 如果你能够很专心 你可以念复杂的仪轨 如果你现在不专心 那你就交给观音菩萨去布施 也可以 还有我念仪轨的时候 我去上班就做个考课 然后那个牧师手机就一直想 那我要重新念吗 就是被打断的那个 没有关系 因为有时候你可以 那个香已经把仪轨先念好了 像我去医院 那无疑我不可能在医院里面去做这些 但是我已经在路上开 他们送我过去 我已经把仪轨念在香里面了 水 我到那边说 你们去找个停车场点一个香吧 那我人进去 你不可能到医院去点的 但是已经点在里面了 就像所谓刚入完事 你不用再念了 因为他已经念进去了 那你这个香你已经念好了这个仪轨或咒语 你只要点燃就好 这样你就不会违背它们 有一点很重要不是做严重就是我们碰到任何世间你不能面对的痛苦 你只要一心祈求佛菩萨 祈求莲花圣诞 祈求观音菩萨 祈求感玛巴都可以 自然那个事情就可以圆满 因为佛菩萨不可思议 法力无边 连生死的问题 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一心念阿弥陀佛都可以解决问题 重点是你要有对佛菩萨的信心来期请他 就可以解决那个事情不要去跟他吵架 你儿子在打电灯玩具你跟他讲气死了你还不如去念佛 祈求观音菩萨加持他 他等一下电脑就坏掉了 睡觉了 所以佛菩萨随时他叫佛菩萨 他的愿力就是要帮助我们 但是他来自于你跟他的连接 你念他的名字 你祈求他 乃至你观想他 现前的 比如说各位心情很不好 那你就观想观音菩萨在你心里 他就转盖了 这是经典说的 那各位要这样去练习一切 最后各位等一下 要回去记得拿解决品 特别这个 真的很好用 很多人送了急诊处 我们就给他带在手上 很快他就会过去 因为这是佛菩萨法的愿 把佛菩萨的功德放在他身上 就是佩戴着或念着他的咒语 这样 那有些人根本不会念 那这里面就有六个咒语 里面有六个咒语 那我们最后先翻一下 我们就简单的回向 好会圆满 但是各位回去之前 布施一下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中心 这个闭关中心赶快做好 好不好 然后每个地方做善事 我们都随喜 自己很快乐 那最后大家看着 所有胎儿 所有往生者 所有病苦贫穷者 都得到我们这两个钟头 大家的菩提心的修行的力量 对他们一定有帮助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下祭恶鬼苦 下祭所有动物苦 回向所有流产台额 回向所有往生牌位 回向所有消灾牌位 温哥华地区 加拿大地区 世界各地 所有友情 所有人类 同享功德 若有见蚊者 若有见蚊者 西法菩提心 静此以抱身 同生极乐国 欧马里边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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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欧马里边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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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 我是江坤俊医师 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 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撕洗手跟酒精干洗手 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撕洗手 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 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 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 所以情况允许 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撕洗手 会比酒精干洗手好 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 赤玉酸水来消毒 在这边要告诉各位 赤玉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 桌面的擦拭 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 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 刺激皮肤的现象 希望大家都能落实亲洗手 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 清晨在几身清脆的鸟鸣声中 拉开了笼罩天际的雾木 晨曦流泄着温暖的光芒 唤醒泰国最北端的小城 美赛 美赛是泰国最北的重镇 和缅甸大西里之间 以洛克河相隔 1960年时期 修建了一条由糯米 土 砂糖 生石灰等混合材质 所组合成的桥墩 以利两岸人民的通行 泰绵两国人民 在这里可以随意进出 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长约50米的国境桥 几乎将两个城市融为一体 桥上交通往返非常频繁 也造就了当地共生的丰富种族文化 为于大祈礼的观音寺 现由洪光法师住持 有鉴于当地佛子 尝试透过电视网路 收看海淘法师洪法 可求能亲吻法音 并参与诗时 救护生命的圣会 于是洪光法师慈悲 代替佛子们请法 做成了此次海淘法师 泰绵洪法的姻缘 在这边 常常从电视台里面 收看到生命电视台 也长期在看法师的一些活动奖金 信徒几乎大家都对法师很熟悉 只要提到海淘法师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 我看这一次大家都很 很法喜 很多人平时很少来的 只要听到有海淘法师过来 大家都赶过来 甚至从缅甸瓦城 这一次的居室 从瓦城 冬之 还有更远的 还是在密芝南那边的居室 还有景东的居室都赶过来 听到海淘法师要来 所以这次沿地来的居室很多 差不多有五六十位 那昨天还有到重庆迈来的 青来的赶过来的 所以这次真的很殊胜 我想大家 就是因为在那个电视台 看到法师常常在那边哄法 所以听到法师的 这个一个讯息 大家都赶过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看看有没有这个姻缘 能够得到法师的慈悲 能够常常到这边来哄法 借法师的力量 来把我们的北传来佛法 在一个地方 一个很偏僻 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能够传播出来 我相信将来 对我们这边地方的人 对我们寺院的一个发展 都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泰棉关口后 海淘法师随即来到 大祈礼观音寺 由于大祈礼是 泰棉辽金三角的核心重镇 法师也特别启发大众 转贪嗔痴 而追随佛法僧 打造智慧的金三角 善用此地学佛的自由方便 开发生命真正的快乐泉源 就像人家说这边叫金三角 金三角流行什么 毒品 那他们问我 我说没有 我说金三角 流行贪嗔痴 所以叫金三角 但是金三角有佛法 所以叫金三角 这边有观世音菩萨 有释迦牟尼佛 有佛经 有出家人 金三角 所以如果你追求世间的忘记 那真的是三角啊 贪嗔痴啊 如果你追求佛法僧三宝 这边是金三角 这边你要修小秤的 可以 这边你要修大秤的 可以 这边自不自由啊 这边自不自由啊 自由啊 像各位你去泰国缅甸 很简单啊 如果你住在美国 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自由啊 如果 你要了解 快乐就在这地方啊 天气又好 钱又好赚 对不对 寺廟又多 出家人又多 要放声 没人管你 好 因为太好了 所以贪嗔痴很重 每天要钱啊 爱漂亮啊 漂亮啊 玩手机啊 那 你在享受金三角的贪嗔痴 你就痛苦了 但是 在这边佛华修行 哎呀 太好了 自卑的路上 拉拉拉拉拉 有你真好 拉拉拉拉拉 小明天使与你 起头并静 拉拉拉拉拉拉拉 小明天使与你 起头并静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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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